由于通膨指数的大声导致大家认为联组会不会降息的情况之下 美股周五的指数下跌了1.24% 1.62% 还有1.46% 那么这次通膨主要的原因是石油价格的上涨 这跟伊朗很可能在48小时或是很短的时间里头攻打以色列 导致石油价格大涨是有关系的 美股一整周都是出现下跌的状况 除了Nexus下跌了0.45% 刀众大跌了2.37% S&P下跌了1.56% 整体而言这是2023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 而黄金的价格就在这样的一个战争期末之下 已经升到了一盎司2374.1的价格升幅1.22% 美元仍然升幅1.67% 因为这是一个战争的焦虑 不安是联织会要不要升息 要不要降息的问题 在半岛区的部分 4.19% Supermicro跌幅5.22% Microsoft跌幅0.85% Alphabet Google涨幅3.41% 在Amazon的部分呢 本周涨幅0.57% Amazon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们下周为大家做出相关的一些报道 在本周有很多重要的一些发展 Apple涨幅4.11% 一口气涨幅非常多 因为大家觉得低估了Apple的潜在力 在本周的科技股价之后 Tesla继续涨幅3.73% Mita跌幅了2.93% 上礼拜它是涨 这个礼拜就是跌的 Biadi继续上涨了3.22% 新领元车所向无敌 待会我到文青世界财经周报 Biadi继续上涨幅4.11%